朱雀也選擇了你 成為我唐國金生珍 新一代的守護者 為什麼是我 是我師父劉家的符文 你能感受到 不愧為顏色的傳人 任何人擅自闖入 都會被這些符文所寄上 任何人 那陛下和我 朕乃唐國天子 身居皇席 而你 又是這些符文的主人 更是這座朕的主人 朕 你別動 朱雀天間 包括老碧寨嗎 當然 反正 凡我都城之地 都在其中 這個 就是金神鎮 金神鎮 誰做的 你師父 顏色大師 你已經是 書院的十三先生 也是他青春弟子 你竟然 沒了一時間 想到他老人家 夫子 正是夫子 只有他 才有能力 創建如此偉大的 驚天地 氣鬼神的金神鎮 這個 就是金神鎮的 正眼杵 幾十年間 正眼杵 一直由顏色大師保存 在他去與光明大神關決戰之前 他來找朕 讓朕把這東西轉交給你 我想 他也跟你說過 朱雀也選擇了你 成為我堂國金神鎮 新一代的守護者 為什麼是我 這個 朕也不知道 就算 連你師父他 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但是朱雀 的確選擇了你 這座金神大鎮 也有千年歷史 我堂國每一代帝王 都不惜耗費國力 要保證 這座大鎮的完好 你知道 是為什麼 師父說 金神鎮乃是我堂國最后的庇護 庇護 這兩個詞 用得好 由這座大鎮在 堂國便無憂 即便我堂國 活力衰敗 分崩離析 也終將浴火重生 師父說 等到了金神鎮真正啟動的時候 便是我堂國遇到 真正危險的時候 但願 這座大鎮 永遠不被啟動 師父知悔您一聲 金神鎮剛剛選了 你做守護者的繼承人 也就是說 他就我死了 你得介遞我 用生命去守護他 您卻怎麼擔心這麼重大責任 你既然能夠成為 父子和一色兩位大師的 親傳弟子 不是沒有原因 許是 你命該如此 你也將成為 我堂國青山鎮 唯一的主人 你也必將成為保護我堂國 最為重要的守護者 就算連朕 或者朕的子孫 也沒有這個資格 倘過百姓的安危 現在 就交付於你 我怕我接不住 顏色大師 就只有你這麼一個徒弟 你不拿著 這檢恩主 誰該拿 難道陛下就不怕那些傳言 是真的嗎 你別跪著 又不接受 什麼傳聞 說你是冥王之子 冥王之子 應該不是你這樣子 那是什麼樣 反正朕不相信 不過永夜將至 誰也改變不了 朕相信夫子的選擇 如果著人家 就算了 才會說 那些未來 可以 做人家 就真的 祝你 有 是 下后破镜 无道巅峰 唐国乃至天下 无人能敌 除了父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